您好 歡迎收看安妮專訪 轉眼間2008年底已經來到了 我們盤點了一下2008年度的新聞人物 這坐上第一把交椅的 是唐偉珍財富集團的總裁唐偉珍先生 因為在2008年度裡 他支持了很多的活動 從2008年的年初 大家的目光全聚到了他投資的 2008加拿大華人春節聯環晚會 因為這台晚會可以說 是多倫多華人社區舉辦的 文藝演出活動當中 十幾年來規模最大 而且舞臺效果最好 演出質量最高 堪稱一流的一次文藝晚會 今天我們就來和唐總一起來回顧一下 2008年度他所參與的這些事 唐總您好 非常高興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和我們大家聊聊天 作為一名金融投資專家 怎麼會對藝術文化那麼感興趣的 是什麼樣的想法讓你投資春晚的呢 春節春節晚會呢 是華人都喜歡的一個活動 就是在華人社區呢 除了在這個中央電台以外 在華人社區也是大家都想試一試 但是真正要搞成一種規模的話呢 就是要做成一種規模的話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金融企業家 要做的事情 因為一個金融企業家呢 這金融企業家是金融 是所有的企業的一個代理 而作為企業投資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有實力的話 你就一定要投資這樣的一些 2008年初 在多倫多華社 談論最多的話題便是2008年 加拿大華人春節聯邦晚會 而此次晚會便是由唐偉珍先生投資的 這台晚會共有200多位演員 中西方的藝術家同臺獻譯 節目質量 服裝造型 主持陣容 古美燈光 現場氣氛等等 確實給廣大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功地為廣大華人華僑 帶來了一場難得一見的高水準的表演 我們非常高興啊 今天晚上接觸非常圓滿 也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 因為這次吧 我們是動員了這個多倫多華人社區 這個各種人才 各種力量 各種資源 所以才獲得巨大的成功 而這樣的話就是我們這次成功的 關鍵問題是方方面面都有成功 所以我們很高興在 華人社區春晚也好 活動也好 我們上了一個台階 整個這個春晚呢 收益是怎麼樣的 這個春晚呢 它有這個盈利啊 就是我們從投資春晚這個 這個事情來講 它這個盈利方式來得走 就是所有的盈利就不是說 只是做錢的 是吧 有公共方面的收益 有社會性能 有公益性能 就是為大家服務也是一種 收益 但我們作為投資 金融投資來講 當然也要跟經濟聯繫在一起 所以的話呢 其實呢 因為在這個 如果整個操作啊 按照春晚這種操作呢 這個商業化模式的話呢 其實這種活動呢 是非常容易有盈利的 2008年4月13日 加拿大的萬名華人聚集到首都渥泰華 展開維護祖國統一 支持北京奧運遊行活動 唐偉珍挺身而出 全力支持此次活動 在資金方面 她慷慨解囊 並告訴同胞 不要擔心資金 由我承擔 要多少我不怕 愛國不計成本 為華人和祖國出力 把事情辦好 花多少錢都值 咱中國人 不能讓別人看不起 413的大家 多倫多的朋友 都非常的熟悉了 因為是維護祖國統一 支持北京奧運 我們在渥泰華 搞了一個非常大型的 萬人的一個集會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當時怎麼想到 要支持這樣一個活動的呢 其實呢 我呢 在這個華人社區呢 十多年的時間 就是我們來到 加拿大 這樣年的時間 第一呢 對這個整個社會 社區都是非常的熟悉 然後對社區的事情呢 也是非常的關心 現在呢 我們呢 因為這個 實業發展比較規模 比較大 這個 實力也比較強大 所以呢 在社區 需要我們 我們肯定能夠 進行要去 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並且呢 我們 是作為投資的人 就有這方面的眼光 也有這方面的 這個判斷力 和膽量 所以的話呢 這個就是社區呢 非常需要的一種 這個力量 所以 影響 這樣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 本身的能力 再加上這個 時機 天使地利的人口 所以就造成了 這樣一種影響 所以的話 可能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這樣 這個結果 沒錯 其實通過這個活動呢 讓更多的人 了解了唐偉珍 認識了唐偉珍 我說這種認識 真正意義上的認識 以前呢 如果要聽到您的名字 可能大家都不陌生 但具體做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可能不是很清楚 通過這樣一個社會活動呢 大家對您有一個正面的了解 嗯 說過這個413之後呢 我們知道 在奧運會之前 我們這個 阻擊國的事情也比較多 那麼在5月12號 這個四川的汶川 又發生了這個特大的地震 可以說全世界的華人呢 都在援助阻擊國 那包括我們多羅多的華社 也是一樣的 籌集不同形式的這種 那個捐款活動 同時你也搞了很多台的 正在一眼 其中一台呢 又是您贊助的 就是作為搞金融呢 實際上是一個很工業 跟實際上是一個很大一個部分 因為你賺錢的話 取消社還是學社回規社會 另外呢就是在這樣的 就是在社會極度需要的時候 作為一個金融企業家 或者一個社會活動人士的 這個時候肯定是一馬成仙 不會想到自主的利益 也不會想到自主的這個 安危對吧 這個時候就是衝在前面 這個時候才有代理 才有領到中 因為這樣的話呢就是說 它在關鍵時刻呢 需要有關鍵度 對吧 就是把社會利益 把國家的利益 放在前面 通過一系列的社會活動 讓很多人對唐偉珍 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與認識 一時間對於唐偉珍的稱呼 也豐富了很多 從金融投資專家 華人巴菲特 到社會活動家 慈善家 社團 在眾多的頭銜當中 不知唐偉珍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這個呢 其實呢 這麼多水融呢 其實是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其實呢 對我自己來講呢 這個人 一向來對這個 就是總是覺得多些事情 多多些實施 多多些貢獻 對這些名字呢 其實我真是沒有想過 因為假如比如說 人家說華人巴菲特 對吧 我把華人巴菲特呢 其實巴菲特的世界上最富的 就是說呢 有允許說 其實我現在不是最富的 但是呢 我 我把人家說 我是華人巴菲特 很有不同的一個 角度去理解 一個呢 是把我這次的目標 啊 向巴菲特看起 另外一個呢 就是巴菲特呢 就是說呢 在投資的時候 他這個人品 對吧 他的這個實戰 他的這個 智慧 對吧 他是把投資人的利益 放在走位 這樣一些很多 一系列的東西 是最 當然 最讓我 想要的 就是像這樣一個 也挺不錯 至於說 橋嶺呢 其實再來我們是 希望能夠為 身外的這個地方 我們社區的這個 花椒 海外的玩笑 都更多貢獻 這是一種武力 其實每一個稱呼呢 都有它自己 特別的意義 那把這些稱呼 匯聚到一起的時候呢 就需要這個人 確實要具有很強的 一種社會的責任感 嗯 那麼剛才呢 我們聊了很多 08年的一些活動 下面我們來談談書 因為您撰寫的 《我的巴菲特財富之路》 第三版呢 就即將發行了 那麼第三版 較以往的這個 前兩版來講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有哪些改進 這個呢 就是在第三版呢 就反映我們到目前為止 就是它很多東西呢 去更明顯 對吧 就是假如說 就像今年這個08年 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事情 而我呢 我也在這個其中 這個第三版呢 它反映很多東西 就像這樣一般 突然一開始發現這個人 就這個示威方式 這個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做到的事情 就更全面 就是我的巴菲特財富之路 好像就讓我這條 在這個路上 有一個很大的教育 所以這個書裡面 就是在看的更全面 其實我個人呢 其實寫了很多 對吧 有一定那個分量的 也有一定的深度的 做這個讀者歡迎的 一篇文章 所以這些都收不在裡面了 所以把原來的很多文章 來答案成 那個事情 因為原先的時候 第一版呢 就是它這個抛片影域 是吧 第二版呢 也有改定 第三版我們應該說 是大 就是進了一段 所以我們這個書呢 其實這是一個開放史 所以基本上是每年一版 或者是每年一版 那麼今年的整個這個 金融風暴影響非常嚴重 面也非常火 前兩天呢 剛剛拜讀了您的一篇文章 一個英雄時代的投資神話 您這一個標題當中 蘊含著我國兩個非常著名的 國產的地方 一個是英雄 一個是神話 是吧 所以呢 這個名字聽起來 也是蠻有震撼力 嗯 您在文章說呢 說想要成為 因為大家現在都把您稱呼 為華人巴菲特 在文章特別強調了 說要成為新時期和未來的巴菲特 新時期的巴菲特 和未來的巴菲特 它兩者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同 今天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呢 就是從普通的這個 就是我們海外華人 媒體看到就是說 川瓦413這個地震 但是從捐業人士來講呢 這個金融海嘯 我們平之啊 在歷史上的100年 我們總是講風暴 跟亞洲金融風暴 海嘯這是第一次叫 就是百年不遇 這是一次 整岸全球的一次海嘯 是不是英雄 就海嘯這個這個一來 一下就清楚了 所以的話呢 因為我在這個領域裡面 對吧 就是在北美這個最發達的地方 在這個領域裡面 能夠進入這樣一個考驗 第一這是非常不容易 第二 但是我們在這個考驗之前呢 就是2004年 我們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我們就有備 為什麼叫有備呢 其實是海嘯根源 是在金融槓桿的左右 而我們是從第一天給客戶投資 我們就是說不用槓桿 那你說 這個幾年前 有時候客戶金槍混 他說你的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 我說我們就是不用 第一我們是鄰國 第二呢我們不用槓桿 而其他的呢所有的投資呢 除了綠區邦以外他都有槓桿 對吧 特別是搞房地產的鋼桿 其實最大 看起來是 對吧 是最安全 所以的話呢 因為我們是幫別人 負責幫人家管投資 特別是朋友 很親近的人 對不對 這個事情做這個事情呢 是不能有萬物一息的 所以的話呢我們就 對吧 從一開始 就想到了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在那個九五年的時候 第一我們就想到不能虧視 不賺錢不收費 對不對 所以我們自製可以不吃飯 對吧 我們要把客戶的利益方的所謂 我不賺錢你知道有時市場 你說不能賺的錢的話 有時市場幾年也不漲 那你不是沒飯吃 所以不賺錢不吃飯 在北美 很難的進鎖 你只有瓦爾巴菲 就是巴菲特才敢說這句話 這非常不明 所以的話呢 金融海嘯 因為平時的時候呢 誰都是虎神 誰都會投資 只有在這個時候 才能看出來誰是 真正會投資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 那整個大環境可以說都在受影響 你怎麼保證每週有1%的回報率 第一呢我們呢就是如果我跟普通人的想法 就是跟所有的想法 相似的話 我們也會受影響 就是我們是完全不一樣 什麼叫完全不一樣 我們每天 就是我們不是像大家一樣 投資就是把錢都放在市場 我們只放了1%的錢 對吧 1%的資金在市場上 你天就是這樣 用小量的資金把它放大一下 對吧 賺錢呢 賺個本 一天呢要怎麼能30-50 有事翻一倍 如果不賺呢 這1%呢就虧它一半 它那個系統的自動就 就是那個 就像我們用的那個IP System還有別的地方 它就是到了你 這個1% 你這個本地有一定的損失的時候 它就會把你看到 我們施定了很多的 physical的那個障礙 就是風險控制障礙 如果你要在市場上 市場掉 那你是什麼東西都是掉的 如果我只有小 1%的東西在市場上 99% 我們保證 所以它永遠掉在你 這一個方 第二個方面呢 就是說 我們 把風險呢 就是市場的風險 低下外匯啊 它每天是1%的這個波動 這是平常 現在每天就是3%5%的波動 吧 像昨天呢這個 盜金指數10% 盜金指數10%的波動 也是天大的事情 所以的話呢 如果是這個波動1%的話呢 我們 這個這個波動已經是 普通人 都 經歷過波動 你知道不知道 都是這個波動 我們把這個波動呢 再縮小5倍 就是1% 所以變成0.2的波動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做起來就非常的輕鬆 就比較容易 就這個時候呢你的風險就 就有容易控制 所以我們講呢 前兩天有篇文章 就是我們財富俱樂部有篇文章 就說 康偉震的1% 是一種風險控制的 這種風險控制的時候呢 就是你看啊 我這本書也是大家的一個見證 就是 幾年前就是 就把這個風險控制的辦法 說得清清楚楚 啊 如果我們 假如有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們再說 那 人家說你是渡捐的 是造的 這個我們幾年前 所以我們這個書啊 其實呢寫了以後呢 它是 第一呢 它可以跟大家這個 全播啊 統治這個財富的知識 第二呢 它可以讓大家知道一種先進的理念 第三呢 也是一個見證 就是我 是誰 做了什麼事情 明天 往哪走 對不對 這個都很 很巧妙 假如比方說 如果不是在區版第一版出的時候 出了這個 風險控制的辦法 不是就是我們 原先 現在毛主席是講的一句什麼話 天天講 接著都整天天講 月月講年年講 我們講風險控制天天講 月月講年年講 所以的話呢 早就 寫在書裡面 然後呢 每一個顧客問你 就是講這個問題 你知道我們 為什麼能夠 抵禦這個海嘯 就是因為天天講 風險控制 天天講 所以的話呢 就避免了這個 張總 您是一位金融投資專家 並且呢 自己的著作呢 已經第三版就要完成了 而且呢 還廣泛的參與社會活動 又當選為 中華海外聯益會的理事 包括家中企業家協會的理事長 等等等等這些 我特別想知道 做人做事和做秀 這三點您是怎樣分配的 做人呢 第一呢 一個人呢他要理想要有目標 還有呢就是說呢 要 把社會 把別人的利益 就是 放在社會 不要自私自利 對吧 損壞 又損人利己 特別是社會裡面經常有些人 損人不利己 所以的話呢其實做人呢 是我追求或者是研究最多的 做事呢 當然我們這些 當然你一個人他有目標以後呢 他一定要有些具體事情來體現 做秀呢其實不是我們 對吧 只是說做秀的話呢就是說 你要在社會證明你這個能力 對吧 沒有別的意思 您是這樣平衡這三點的 如果要是讓我來回答這個問題的話呢 答案非常的簡單 那就是 認真做事 踏實做人 偶爾啊 做做秀 那非常感謝唐總今天做客我們的節目 在09年初呢 我們就將欣賞到由唐偉珍先生投資的 2009年加拿大華人春節聯歡晚會 在晚會的同一天呢 唐偉珍財富集團呢還將舉辦非常大型的財富峰會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同時呢在09年裡呢 唐偉珍先生也有很多的設想和打算 在此呢讓我們衷心的祝願 唐總在巴菲特財富之路上 越走越寬廣 Maps harness 我們沒得來吧 沒有reso 會 翻page